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晚上好 今天开始直播咯 最近脸很轻哦 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 有人开始进来了吗 今天要讲关于一个课题 就是如果你知道癌症过后 第一步要做的步骤是什么 哈喽 晚上好 进来的朋友帮忙分享出去 吃饱了吗你们 吃饱了齁 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有听到我讲话的朋友 在我这个comment那边 给我嗨一嗨一下 然后帮忙分享出去 那天19号有开幕的人 就知道那天很多节目很精彩 如果你没有办法那天开幕来到 也不用紧 我会在直播里面慢慢讲解 关于我中心做的一些东西 也非常感谢陈博士 Dr.Arma还有Yveline 是我们最主要的合作伙伴 就把这个中心 给一些需要的人 把这个一起办起来 希望能够帮到更多的人 嗨 给我吃饱了齁 所以今天要讲这个东西 就是说关于这个癌症第一步 要做什么东西 很多时候 我们知道如果 癌症患者大多数 都是去医院做一些身体检查 做那个血液报告了 过后医生可能叫你去做 这个BioC 或者CT scan 然后再让你确定 知道你的报告后 那就建议你做一些化疗 电疗或者手术 但是如果在我们这边的情形之下 呃 陈博士第一个最推荐 第一个最推荐做的东西 就是OPG OPG 有人知道什么是OPG吗 哈喽 亲爱的朋友 OPG 因为我们在做自然疗法的期间 其实最重要的呃 一些报告哈 对于我们来讲 对于陈博士来讲 的就是牙齿报告 牙齿患灯 呃 X-ray报告 我们叫它OPG 就是说一个完整的 完整的牙齿的报告 因为呃 很多时候你看哦 呃 每一种人患癌的那个呃 风险因子都会不一样 这样呃 处处于最大的风险 可能是你的食物啊 或者各种毒素的来源 这样毒素 我们有环境的毒素 有食物的毒素 这样往往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毒素 就是牙齿里面的那个毒素 所以当呃 我们叫呃 你们可以任何去任何一个呃 呃 呃那个诊所 诊所Dental Clinic啊 去做这个OPG 做了这个过后哦 呃 你发给我们看 然后我们就呃 会发给博士 博士就会呃 解读里面有什么问题啊 因为从牙齿里面哦 就会看到 牙齿好像有我们以前呢 不是有人做这个补牙的 补银粉 好 我们呃 英文叫做Mercury Go 它是一种毒素来的 是一种重金属的毒素 同时间如果你有牙齿以前有烂过啊 不是呃 你又不想拔牙 你会去做什么 你我们会去做牙齿根管治疗 Rodcanner 把中间的牙芯拔掉 或者真的是不能的话 他说哎呀 牙芯呃里面已经黑了 他讲整颗牙齿不能要了 我们就可能会把那个医生就建议你把牙齿拔掉 哦 不管其实我们不管做什么步骤都好 哦 其实马来西亚还没有到很呃 很发达 在国外的确是很多牙医师在做着呃 他们我们叫他叫做Biological Dentistry 就是说呃呃 牙医但是它是配合一些自然疗法呃 做的比较完整的这个Dentist 所以在马来西亚很高兴呃 有一位Doctor Kong 他是跟我们一起配合的 就是说以前我们很多年前 我还要带我爸爸去台湾去做牙齿 就是说牙齿哈 我们不是有补银粉 要去弄掉 然后再补回安全的下去 因为我们牙齿跟牙齿之间啊 我们咬东西的时候啊 是不是上面的牙跟下面的牙会一起咬吗 如果你牙齿里面有补着银粉 有补着银粉的话 就会摩擦那个拱啊 我们叫他补着银色的那种 就会拱 你拱跟拱啊 这样我们嘴巴上去最靠近是大脑嘛 这边就很多线体 所以呃很多乳癌的患者 十个里面有九个 大多数都是牙齿出现问题的 他可能十颗里面有七颗牙齿都是有补拱的 所以呃陈博士一直教育我们说 哎要把牙齿里面口腔的毒素去除 除掉过后 再慢慢再做什么疗程啊 再照顾饮食啊 那个效果会来的更加好 不然就好像 呃我们在那个发洒下面冲水啊 冲水哦 但是你一直拿那个毛巾去抹干 一直抹都抹不干 所以要把呃最主要的那个问题去解决掉先 过后才可以呃陆续下来 你做什么一些疗程都会来的比较有效果 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哦 哈喽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哦 呃就是说 呃 除了你们现在如果手上有一些报告啊 血液报告啊 CT scan bioc 呃再加上要做多一个就是 呃OPG 牙齿这样的换灯片 呃如果你有检查一些呃 呃发炎指数会更加好 因为我们自然疗法很多时候我们看 除了你那些红血球 白血球肝脏肾脏那些资料过后 我们还需要看你的发炎指数 很多时候发炎你不会在你的红血球那边 或者你的呃呃肾脏啊呃肝脏不会出现 但是往往哦我们就会忽略了哎 做为什么你在做这个疗程没有效果 还是你在做这个那个东西没有效果 往往原来就是你的发炎指数很高 所以呃我们讲癌症啊就是炎症嘛 你要把这个炎症消掉 他就不会一直这样子一直跑一直跑 扩散出去 好 哈喽 哈喽Alice 哦 Good evening 哈喽Serene 哈喽meeting 哈喽meeting 在医保啊好不好 所以我们第一个步骤就是呃 把报告做齐全来 把到报告做齐全 带带足够的完整的一些报告 然后第二我们就会 你可以来到中心就开始做咨询 所以每一个进来的人 不管是不是癌症啊还是 糖尿病啊或者是其他 呃慢性疾病都好齁 其实我们有个群组的 我们呃中心是全部 有参与这个医疗里面都会在里面 所以呃成博士啊 Dr. Ahmad啊 呃我们全部在里面 全部报告我们都会发在群组里面 所以我们每次给你的一个 这个solution for 呃一到两个月的疗程 是based on 呃整个群组的给你的一个 呃解决方式 solution 然后再发出去给你 我们做一个呃一个月的那个 schedule 因为有时候因为呃 因为有跟着我直播的人哦 然后你们都知道我很多过来找我的都是癌症嘛 所以呃我们中心有提供就是说 你过来呃住上一到两个月的 这样我们就整个 schedule 从早上到晚上要做什么东西 我们就跟你好好安排 好所以 哎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我讲了那么久你们有什么东西要问吗 好 所以呃所以影视方面 也要根据个人的不同的情形而定 所以呃好像呃怎么说 比方来讲有时候有一些人是可以吃一些蛋啊肉啊 呃但是如果你是有可能在发炎的情形很高 可能你进到我们中心呃 呃根据你的情形而定 可能我们就会跟你slot一些部分的时间 要拿来做蔬果脂断食 当然我们做蔬果脂断食 不是纯粹的这样呃做蔬果脂断食 我们还有加很多其他的东西 来帮助你呃抗菌 因为有时候你淋巴种的话 如果你淋巴种你的那个淋巴结种 代表你的细菌感染很感染源很高 所以呃要根据你的情形 来去调配一个一到两个月的那个疗程 当然了如果你不是那么的严重的话 不是那么严重 有时候可能是胆固醇高啊 呃呃可以来过来见Dr. Ahmad 我们就可以安排一些你每个星期过来做的一些疗程 然后慢慢的你那个胆固醇药就可以慢慢减少 然后停掉 哎呀这些Dr. Ahmad相当有经验了啦 所以呃呃呃 三天陈波士会来到我们的中心 上个月他已经有来了嘛 有见到的朋友赶快 赶快 非常荣幸 这次来你们要赶快抓紧陈波士 他这个月21、22、23 这三天拜五拜六礼拜 如果要做咨询的朋友 你们赶快在我的 这个Facebook page那边 发我信息 或者如果平时的话你要打公司电话 是9点到6点时间 如果比较理想是在我这边 发信息了 可能有时候他们忙没有接到电话 因为现在人手不是很足 所以 21、22跟23 是从10点开始到6点 还有的一个就是说 就算你不是癌症 今天你很多问题 好像有些人说 哎呀怎么我不孕啊 还是哪里疼痛啊 还是哪里有一些特别的状态的私下 我也非常建议你 你要去做这个OPG 就是牙齿换灯片 X-ray啊牙齿的整个的 不要做局部性一般的 做整个的OPG 然后给我们再跟你分析 因为有时候牙齿是这样 牙齿 每一个牙齿 根据五行来讲 都是跟器官相对应的 哎你没有听到吗 我讲这样子有听到吗 有听到吗 有听到的朋友跟我嗨一下啦 跟我们的牙齿 跟我们的器官相对应 如果是你今天的牙齿不好 哪颗牙齿不好 可能 比方来讲你的淋巴不好 就会影响到 哎可能你的淋巴的那个流畅 你身体的那个淋巴系统不理想 如果你是乳房 乳房生东西或者乳房不好 或者是子宫不能怀孕 在你相对的牙齿的那个部分 也会可能会烂 所以我们一直看牙齿 换灯片的一个原因 就是牙齿跟器官是相对应的 然后当然了 如果牙齿有毒素 好像比方来讲 你已经把那个 你有做过Root Cannon 把那个牙齿根关 扒掉的话 这样有可能里面已经有一只感染源了 有一只感染源了 我一直刷牙 漱口一直觉得很臭 但是这么我觉得好像 一直很臭 刷牙 刷不掉 这样有可能里面已经感染了 有时候你不会感觉到痛 没有感觉的 或者是你有什么一些问题 你见过中医 西医 很多各种各样的 什么草也吃过 什么丹也吞过 你还是觉得 你的身体的疼痛 或者各种的问题 不能解决 这样是时候 你要去检查看 是否牙齿里面做了很多东西 然后没有去解决 那个毒素一直排出来 一直去produce 所以可能有时候讲 我吃中药 我吃了中药 头两天很好的 第三天第四天过后 就又再回去 回之前了 所以就是说 可能那个中药 或者什么营养都好 你一吃的时候 你一吃的时候会 会有反应 有效果 但是因为你的牙齿的毒素 一直produce produce那个毒素 生产很多毒素出来 所以你久了过后 你的身体的毒素又回来了 Sherry 做么一直眨眼啊 因为刚好冷气 这边一直对着我 好 刚好冷气这边一直对着我 吹到我的眼睛 所以我的眼睛很看 所以我一直眨眼 你不讲我都不知道 我一直眨眼 有没有一直眨眼 OK 你们有什么东西问吗 博士这次来到 你们要赶快要珍惜 然后接着下来 我也想要举办一个 因为有很多人询问 关于 加上因为现在 corona virus 所以我接着下来 想要安排一些 排毒因来增强美育力 所以 所以你们有兴趣 要做排毒三天的 拜五拜六礼拜的朋友 可以去到我的 Facebook那边 inbox我 Shirley Lam 要做什么check 关于牙齿的 之前没听过 Shirley Lam 要去做 那个OPG OPG 你去牙医 有些牙医的 那个dental clinic 有做这个检测 就是整副的 你一做那个 X-ray的时候 它是拍你整副的 大概是做 百二块吧 有些做百五 差不多是百多块 很便宜 所以要去做牙齿的 做学业报告 然后在学业报告里面 要做一些指数 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发言指数 然后才可以 trace到你什么问题 然后博士 29号 这个月29号 跟3月1号 我连续两天 拜六礼拜 博士有在城邦 那边有做一个课题 如果一些癌症病患者 或者不是患癌都好 可以去上一些课 因为博士是这样 每一次那个课程 它都不会不一样的 所以你们 有去上它 而且它的课也不会贵 它两天大概是 1000 1000多 如果提早报名 如果迟报名 还是1200多 我是觉得很好了 课程 以前是我上了这些课程过 我觉得学合很多 但是因为博士的 它的资讯很多 所以每一次 它虽然是同样的题目 但是它的资料 都一直在加 如果它单单只是讲油 它就可以跟你讲 整个礼拜罢了 整个礼拜 所以它 这次它做的 那个癌症 九大步骤的课程 它是做很浓缩 非常非常浓缩的 想要一些朋友 想要多了解 不知道 自然疗法是什么 或者 不知道怎么用自然疗法 去逆转 癌症 博士有出一本书 红色 那个 不靠的 它有做九大步骤 你们可以去买来看 然后最好就是去参加 它的那个课程报名 我的那个post 那边有post 一个城邦的那个post 你们点击那边 你们就可以直接去报名 它那个城邦的负责人 会直接连续过去 我是觉得很好 这些课程 想要去多学 多了解 有什么东西要问 直接就可以在博士那边问 直接去上课 Shirley Lam 你的意思是说 这做了OBG 就能知道 有什么其他关系的病是吗 啊 对对对 Shirley Lam 是 这样我们做OBG 的主要一个原因 的主要两个原因 做OBG 一就是说 有什么东西 在牙齿里面 有什么毒素 因为这种毒素 很靠近 在我们的嘴巴 它会影响我们的下面 很多腺体跟脑部 这个是第一 知道牙齿有什么毒素 第二就是说 每一颗牙齿 有问题 比方来说 你拔了牙 或者那个牙齿烂 或者那个牙齿 有做过Root Cannon 其实那个牙齿 就代表你 每个身体的 那个器官 你的那个牙齿不好 就是说 你的那个器官 可能有问题 如果你这个器官弱 那个牙齿 也会比较脆弱的 它是一个 双对应的 所以在博士 以前在美国 已经有跟着一个师傅 看那个 那个OPG 换过相当的多 过万人的 所以现在 如果你有一个OPG 你可以给博士看 博士 click click 就可以知道你什么问题 所以 非常感谢 博士来到马来西亚 都一直在 推广 这些关于 另类疗法 他在台湾 有很多牙医师 跟着他 有20多位牙医师 跟着他的那个 疗程 因为他以前在美国 在做着很多 关于这些 比较Biological Dentistry 做的东西 这样因为 在亚洲 还没有很健全的发展 所以博士就把这个东西 从国外带进来 所以很多医师 知道跟着他 要知道怎么去做 这样如果你把你的 牙齿的拱除掉过后 你要怎么去做 要做一些之前的步骤 跟之后的步骤 因为不是只要你 除掉这么简单 如果你是随便 找一个牙医师 除掉的话 可能你会带来 更多的生命危险 因为 我们的那个拱 如果我们不小心 吞到进去 会直接 会瘫痪的 如果那个拱的 分量很高 所以这些步骤 都是要跟着 有那个 facility的 那个牙医师配合 所以我们跟 这Dr. Kong配合 非常感谢 所以 有没有什么东西 要问 所以来做一些 疗程的人 我们中心 还有做瑜伽 有做art therapy 有做art therapy 给你舒缓 也有做静坐 有做静坐 然后 还有一些 比较relaxation 如果来做一些 排毒三天两夜的 会那个 满满 会急得满满 然后 如果三天两夜的朋友 有做关于 那个 relaxation massage 还有淋巴排毒 淋巴排毒 会 会provide by Yveline 他会做 如果是 你脸部水肿 或者你下半身 时常水肿的人 他大概做 一到两次的疗程 你就会看到 非常好的效果 如果是水肿 会立刻那次 你就会看到 效果了的 所以 我们中心 就是做 偏自然疗法 就是 看你们有什么需要 如果你觉得身边 有需要的人 要做一些疗程 或者 想要了解 自然疗法 在做这些什么东西的话 或者需要做一些 院学 要抽血报告 你们可以来到 我们的中心 好 我们那边 有提供给你抽血 然后 会过来 collect 有什么东西 要问吗 眼睛吹得很干 接着下来 我会在我的 page那边 在post不同的活动 因为最近 都一直在忙 进来的客户 所以 我能够post上去的 那个 facebook的一些资讯 会比较少 如果你们有什么东西 想要问 关于一个月的疗程 还是三天的 排读的 三天排读 或者是一个星期 比较intensive的 欢迎你们去到 我的page那边 去询问 这样我可以 一个一个去答你们 这样 我的今天的直播 就到此为止 当博士来的时候 你们请你们 好好去准备 因为博士来的 那个星期三 就是 多少号 21 21 22 23 24 26 26 26号的时候 博士我会邀请他 来上面 做一个直播 讲关于牙齿的报告 如果你们手上 有一些opg报告 做好了的话 他会当场 跟你们去分心 所以今天直播 就到此为止 哎呀 我的眼睛也很累啦 因为我时常OT 不只是冷气吹到 所以今天的直播 就到此为止 有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直接 call去office 或者可以在 facebook page那边 直接问 晚安 拜拜